韩MERS增23例,隔離醫師竟趴趴走 確診人數累計達87例,有6人死亡 韓國MERS疫情未見趨緩,漏洞卻不斷 初期應對慢半拍,警覺性不足,政府被罵到抽頭 但不少民眾似乎仍是老神在在,就算出現症狀,還是趴趴走 任職於醫間診所的一對醫師夫妻,接觸過MERS病患 本該自我隔離,竟然跑到菲律賓去,待了兩天一夜 身為醫護人員,竟如此缺乏自覺和危機醫事 行為惡劣至極 全國各區幾乎都傳出確診病例,防疫又處處是破綻 不少觀光客因此止步,旅遊業和民生消費都受到衝擊 致死率太高了,我們不能冒這個險 值得注意的是,首爾首度傳出有高中生染病 但中東國家也有類似個案,不是特例 韓國疫情目前仍屬院內感染,並未爆發社區感染 動新聞綜合報導